最近天气温差太大,上上周还在穿羽绒服,这周就热到穿板袖,刚脱了秋裤,结果下了一场雨,又冷到要将秋裤穿起来,这疼的我已经不知道要穿什么好了,硬是把我折磨到感冒加咳嗽,连湿了一周的药还没好,鼻子不怎么通,胃口也没有,吃什么也尝不出来味道, 就是想吃点汤汤水水的,这时候,软软的挂面是最好的选择,又带汤水,又好消化,用浓浓的番茄高汤来做底,配上软软又筋道的挂面,被热油淋过的蒜粒散发着浓郁的香气,连我这感冒的鼻子都能微微闻到,点缀上小葱,光这麦香就让人食欲大增,果然,一拍完照, 就迫不及待的开动了,画面经过长时间的酒泡,并没有变软烂,都可以常常的加血而不断,入口光滑绵软,伴随着浓浓的茄汁味,吃到被油泼过的蒜粒,别样的香,再大口喝汤,香稀了,感冒似乎都被瞬间赶跑了,一开始鼻子还是不太通, 但后来就能感觉到香味涌入了鼻中,能感觉到这碗面好香,等我感冒完全好了,一定要再做一次,细细体会这美食带给我的心动感觉,准备好所用到的主要食材, 番茄去皮切成粒,锅里倒入油下番茄,加入盐,煮到番茄变软烂,加入高汤,煮开后备用,另烧一锅水,水开后,放入金龙鱼优加活性发酵空心挂面,中火煮六分钟,这个面采用活性酵母发酵工艺,空心面身,易入味,更好吃,耐久煮,而且不糊汤,所以放心煮吧, 将面条捞出来,再倒入番茄高汤,最上面放上蒜粒,将油烧热,淋在蒜粒上,最后撒上小棕